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首先他的生产方式要选择抛工产 其次他不要进行生产之后的孩子要进行相应的一个阻断 那么生育过后的喂养也选择人工喂养 不见以猛入喂养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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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